所以剛剛的那個程式 如果你對於那個剛剛的這個VBA的這個程式 因為這個我有講過啦 如果你假設上一次上課的東西不太熟的話 你可以再把影片的部分重新再看過 像如何錄日聚集 這個上次有講過 還有用VBA去擷取 錄接到的資料 這個講過這一段影片 另外的話還有可以把它改寫成 自訂函數 Function 什麼叫Function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底下這邊有一段 Function開頭 End function結束 那就這一段 至於這一段怎麼寫 其實就是上次上個有講到 如果細節 不是很清楚的話 可以回去再把那個影片看一下 那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增加一個 Function 它名稱叫 錄接到函數 後面一定會帶一個參數啦 叫地址 OK 那其實它的作用是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我不要像剛剛那個Sub 這個把它清掉 我要變成不是按按鈕 將來當然你Sub可以增加一個按鈕 你可以插入函數的時候 增加一個所謂的 自訂函數 什麼叫自訂函數呢 如果你增加了一個Function 在模組裡面的話 那你就會看到使用者 定義 如果你的模組裡面沒有做Function 任何一個Function 那就不會跳出使用者定義 這個 兩者之間的關係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沒有看到使用者定義 表示你模組沒有一個以上的Function 如果有才會跳出來 那如果有的話呢 你會發現我們剛剛有 增加了一個叫入接到函數 那他就跳出來了 OK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直接怎麼樣 幫我把那個 這個 地址有沒有 剛剛那個Function 他後面刮壺不是會有兩個字就地址 那個兩個字地址 刮壺後面的 刮壺裡面的其實就是指的是這個名稱 也就是說請你 他有點像互動 他跟你要資料 請你告訴我你地址在哪裡 地址那你就給他 在這裡 他就會幫我把這個地址資料 放到這個 什麼 這個地址的這個參數裡面 那參數本身其實是可以放資料的 他有點像一個變數 你就把資料 放在這個參數裡面了 OK 然後呢 他就把這個參數 交給這個 Function 有沒有 底下不是很多邏輯判斷 判斷一下 最後呢得到的結果 就是這個 有沒有 他實際上就得到說 我其實是要 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 這個地址 你幫我處理啦 所以這個Function就幫我處理 那因為我們兩個 裡面呢其實就有兩個邏輯判斷 判斷完按確定 那一樣向下填滿 那自動也就全部做完了 OK這個叫Function OK那 跟剛剛的sub 應該看得出來最大的差別吧 那個差別 第一個 sub一定是 就是 知情啦 全部都跑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sub 他 一定會有回圈 為什麼 因為他要從頭跑到尾 OK 而且 第二個 這個 在sub後面的小刮斧 他沒有放任何東西 因為 我們不用告訴他什麼事情 他 自己去找就好了 所以不用互動 所以sub基本上不會跟你互動 你只要把規則寫完 就全部跑完了 有沒有OK 所以 跑個4回圈的範圍 然後不用給他任何參數 然後他自己去抓 自己去哪邊抓呢 去 這個 怎麼呢 這個儲存 Sales的ID 哪一列 從第二列到 308列 然後呢 居然 自己去抓就對了 自己把資料抓過來 然後自己判斷 判斷完 自己再把結果丟回來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裡 F欄 自己再把結果丟到這裡來 所以他就是全部 自己 做完一切了 那方向不一樣喔 所以 這有點像 這個什麼 自己家裡有些小孩子 其實就是都會全自動 你都不用跟他講 時間到他要做什麼 時間到 自動做喔 不用像那個爸媽 每天 時間到 怎麼作業還沒寫完 時間到 怎麼還沒洗澡 時間到 怎麼還沒上黃睡覺 每天都還要講 對不對 真的有些小孩子 就是一定要講 像我兒子 就這樣 你跟他講 隔天還是要講 每天都要講 我女兒就不用 時間到他自己去做了 你也不用特別跟他 跟他講說 他就自己 時間到 當然大家會比較喜歡 你那種乖乖全自動的 就不用互動了 所以 這個有點像Sub Sub就全自動 那只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執行他的話 差別就是說 一般是會在旁邊 會再插入一個按鈕 所以這邊有個插入按鈕 然後你在這邊增加一個按鈕 有沒有 只向這個 這個路接到 對不對 那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再把它執行過的話 那你就是 再去按下這個按鈕就OK了 比如說這個資料 把它清空 然後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就再按一下 他就全部有OK了 OK 這個是Sub的部分 那Function的部分的話就是 你 變成一定要跟他互動 你沒有跟他互動不行 你就可以 偶爾就要叫他一下 叫他一下 如果不叫他 他就 不給你 地址你要給他 你按確定 而且最後你要自己點兩下 如果你沒有自己點兩下 他不會自己向他填滿 那你想說Sub為什麼會自動填滿呢 因為這邊Sub自己有個回圈了 所以Function裡面你會發現 Function裡面 就不會有回圈了 可能差別 大概在這裡 上面他Function沒有回圈 這個是 上次上課有提到的 蠻重要的 VBA 裡面最重要的 兩個 兩個這個 元素的話 一個就是Sub 一個就是Function 兩者的話 其實 用到 主要就是這兩個 所以你講 以後 人家問你說 那個 VBA裡面 最重要的 這個 算是什麼 他的成員吧 其實你可以 最重要的一個是Sub 一個是Function 那至於說 哪一個用的比較多 其實坦白講 當然相對起來 Sub 會比較常 寫的機會比較多 Function的話 可能就沒那麼多 但是還是有它的重要性 因為主要原因是Sub 反正我們就按鈕按下去 事情跑完就OK了 也就是說 甚至這個按鈕 我們也可以做個按鈕 就是說 可以從什麼 從 包含下載資料 包含 切割這兩個 欄位 包含自動在切出資料 還包含什麼 自動化樞紐分析表 自動化報表 這些全部都可以串在一起 OK 只是說當然這個如果 之前有學過VBA的同學 其實也可以把全部串在一起 那就等於是一鍵完成 你要的報表的結果了 可不可以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 你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VBA全部都辦得到 那意思就是說 你要把所有工作全自動化 可不可以 絕對沒有問題 OK 也就是說其實 你會發現 現在很多工作 一定要求你要會 至少會VBA 如果你 最低限度 不會的話 說真的 你的效率絕對不可能高 為什麼 你變成說所有東西都要滑鼠鍵盤來完成的 當然跟 人家已經把所有功能寫完 剛剛開始 後面就全部都解決 比較之下的話 效率絕對是 相差太大的 就像說 台灣 台灣 算台灣之光吧 台積電 股票最近又漲 我想說已經漲得夠誇張 現在還在漲 而且事實 比intel還高高兩倍了 可能要高三倍 我想intel以前 我們的想法 應該知道intel 你的CPU裡面幾乎都是intel的 電腦裡面的 CPU 還有晶片 簡直是巨人嘛 結果沒想到台積電 還比他更大 而且 7奈米 intel做不過台積電 還乾脆直接委託台積電做了 我輸給你了 我沒辦法了 所以 台積電馬上 那個 股價就翻倍了 現在還在漲 最近我在想說 台幣升值會跟台積電有點關係 你不要笑真的 台積電 光他的 他的市值 就佔 整個股市 超過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以上 我的天啊 所以台灣如果沒有台積電的話會怎麼樣 OK 這就很難 很難想像的 OK 我想一個 這個 想說如果 台積 這個可能不可能 如果飛彈如果 這可能全世界都會跳腳 因為 其實台積電八成以上都外資 不是說台灣人的台積 只是說因為經營是台灣人在經營 但大部分都是外資在經營 所以他們也很怕 就是說如果 台灣如果 所有全世界的半導體 像iPhone就會受影響 iPhone現在已經把台積電 5奈米的甚至3奈米的 2奈米的幾乎都包了 因為 全世界沒有其他的 三星也做不出來 三星現在7奈米應該可以 但是5奈米 3奈米 那都做不出來 只有台積電 最重要不是說做不做得出來 像 英特爾7奈米也做得出來 只是他最後舉白期 為什麼 因為良率太差了 OK因為所有做出來 可能 大部分都報廢了 那根本不敷成本 台積電卻可以做得這麼好 為什麼 對不對 你要講為什麼 最近 跟很多朋友聊天 然後說 老師你知道嗎 那個 那個 現在去應徵那個台積電 最基本的 你要會VBA 你不會VBA很抱歉 你可能 第一個 就被擋在門外了 也就是他們裡面 所有人幾乎連那個 數目行政人員 都要會 寫基本的程式 這是可以 可以想像的啦 為什麼 因為你這麼大工作 這麼賺錢 因為每個人都 非常的厲害 至少兩把刷子吧 不然怎麼可能 年薪都是至少 兩百萬以上的 他們平均薪資好像 就平均薪資 好像就 平均 兩百萬以上吧 就所有的人 當然可能有高有低 平均起來 但至少也不會太差 連那個掃地的阿姨 薪水都可能 比一般人還高 就很多人都很想要 進台積電吧 所以說 好 分個股票就 OK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已經改了 OK 我都可以 好 反正就是 呼吸在裡面空氣 就感覺不一樣吧 其實我在20幾年前 我都 很多都 因為 我最早就是在 在竹科 也幫他們寫這些程式的 所以我對裡面其實也 還 蠻有印象的 OK 好 那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再來請各位就是把 這裡面做出來的結果 還有就是 剛剛我們做這個圖表 另外的話 如果我要的 不是說只是單單的是哪一條路 或者哪一個區 這個比較簡單 如果我是要 哪一條 哪個時段跟哪個區 做交叉分析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 也是一樣利用 插入 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一樣 你可以做交叉分析 區 放在主要的列 發生時段 放在次要的欄 有沒有 這個是主要的這個是次要 然後你再把什麼 把那個區的值 發生的次數 有沒有 放在值裡面 他就會把 每一個區的每個時段 有沒有 通通幫你列表出來 也就是做一個交叉分析 也就是你的條件 不止一個的話 當然你可以 利用這樣的方式 做交叉分析 最後畫出來的圖表 一樣 你可以樞紐分析圖 然後呢 你可以做什麼 我是建議如果說 你要做的是 除了有數量 如果你是用直條圖 好混亂 為什麼 因為他的每一區的每個時間很多 那你可以另外利用什麼 直條圖裡面 他可以 做成所謂的什麼 這個 叫百分比堆疊圖 有點像 在直條圖裡面 又 把圓形圖的概念加進來 有沒有 又有直條圖 然後又有那個 這個什麼 圓形圖 但這個 這個百分比 會比較強調 是類似像 圓形圖一樣 只是把它拉成直條而已 那另外有一個這個叫堆疊直條圖 這個堆疊直條圖 它又有高 高高低低的 有沒有按確定 然後呢 這個如果放這邊 有點擋住的話 把它放下面 拉下來 如果說呢 用堆疊直條圖的話 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又可以呈現出 它的數量 然後又可以呈現出它的百分比 有沒有 所以其實堆疊直條圖有的時候有個好處啦 就是可以 呈現出兩種樣貌 它還蠻不錯的 有沒有 就是可以呈現它的量 又可以呈現它的比例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這樣可以看出來 那你比如說看什麼 看萬華好了 萬華 智安最差的這個 中山區 OK 中山區常常就被 報說 它的那個 局長又被抓去了 因為 好像收費還是什麼 因為油水可能太多了 然後 你可以看到比例 有沒有 這個時間的比例 零點 最多的話看得出來 這個應該最多 然後它 凌晨的時間 應該 那也是剛好 那個時間應該 那時候 那附近的酒店還是什麼 剛好 所以 也會影響到治安 所以其實 你也可以 再看一下 比如說什麼跟什麼 有沒有什麼 正關 正關聯 比如說跟那個 附近的 這個什麼 八大行業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正相關 那你可以再去研究 再去分析 那這樣就可以找出原因 對不對 就可以找到原來治安 大部分都是因為什麼原因 你把這個原因給找到 然後去防堵它 那你治安怎麼會 會變差嗎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 恐怕這些 可以從那個數據裡面的得到一些 佐證 OK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也是之前講 那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 再變通一下 我們不要變太多 請各位就是 再把 那個剛剛的資料 換一下 剛剛是住宅 那換一下 住宅 是中山區治安差一點 那 汽機車好了 我們先講汽車好了 汽車到底 哪一個地方的切大案件最多 請各位試試看 方法其實也非常簡單 一 你可以找到 汽車切大案 其實剛剛講的 你Google 你那個在上面 查那個 切大案就可以查到 預覽的時候呢 把這個連結 把它複製一下 有沒有 複製 之後的話呢 你甚至不用改寫 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 Ctrl C Ctrl V 住宅 改兩個 Sub後面呢 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汽車吧 然後再來的話 把這個 網址複製一下 貼到哪邊呢 貼到 這個的後面 這邊把它改一下 這個網址有沒有發現 這個網址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貼的網 你不用重新錄製啦 不用傻傻說 老師那我是不是還要重新再錄製聚集 不用啦 OK貼上 那可能要注意一點 他的 Pattern Form 他的編碼方式是Big Phi 還有呢 他的藍數是不是剛好五個藍位 因為他 這個就是要的意思 要這個藍位嘛 總共有五個藍位 那你可以再看一下 汽車的這個 他的編碼方式是Big Phi 他是Big Phi 那藍位數呢是不是五個 12345 剛好五個 所以其實不用更動 如果有不一樣的話 你可能要更動一下 那我們會發現 如果把這個汽車切開按鍵抓下來的話 那其實只要把剛剛的上面的程式貼過來 然後網址變更 應該就可以抓得到了 試試看 把這邊再新增一個空的好了 這個就是汽車好了 然後把它放到最右邊 那我要抓怎麼抓 一樣嘛 就把這個 剛剛的這個 這個 Sub 把它執行就可以了 真錯 弄一下 他說這裡面 是不是這個 不知道了 這裡 貼到空白了 這個把它delete掉 如果你發現說有錯誤的話 那可能這個網址 我剛剛多一個空白 然後後面的話貼 可能要貼正確 可能從頭到尾都不能多 多一些東西 少一些東西都不行 就這一串 再執行一下 那再來的話你就直接執行 那你會發現 汽車切開按鍵就出來了 Ctrl向下看一下 怎麼這麼少 400 我看一下 490 減1 489 有這麼少 台北的汽車這麼多 歷年來 只有這麼少的切刀案件嗎 104年到109年 只有被偷 489台 唉 為自然為美太好了吧 那這樣子 車子根本不用上鎖了嘛 放在那邊也不會有人偷 可能小偷覺得偷車真的是太麻煩了 比偷房 偷住宅 你可以看機車會不會有 機車應該會多一點點吧 自行車會不會有更多 那同樣的 同樣方法 如果你要統計的話一定要多兩欄 那多兩欄就是這邊再插入一欄 有沒有再插入兩欄 然後再把這邊加上去 其實程式不用改 做法都一模一樣 然後你就可以去做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那馬上可以修出來 你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的結果 就可以直接拿到PPT 如果你要 做一些Present的話 你甚至上去馬上可以講 你可以講得頭頭是到了 對不對 你數據也不用拿出來 反正你就是有這個Data就對了 OK 可以類似用通用方法 其實這個在Excel裡面就非常好用了 那當然你想說Python能不能做到 跟各位講 都可以 只是說Python全部都要寫程式 全部喔 因為他的樞紐分析表就是要用一個叫Pandas的一個外掛 Pandas沒有像這種圖形畫這麼方便的 你所有都要下指令 每個地方都辦得到 樞紐分析表剛剛都可以都一模一樣 但是呢 所有地方 通通都要程式化 這也許之後有時間我們再來看 也許同樣東西喔 換一個地方 換在Python裡面該怎麼做 可能比較晚之後 這個還是比較簡單 對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人 真的用Excel 可能用不到他一層的效益喔 可能他 Excel假的100的話 很多人連10分都沒有 OK蠻可惜的 像剛剛講的VBA 如果你不熟那你當然就沒辦法 發揮他最大 第二個的話呢 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如果你樞紐分析表 像我剛剛做的 其實蠻簡單的 沒有什麼動作啦 但你可以很快可以分析你要的結果 其實把VBA 結合樞紐分析表 太好用了 工作上其實就 我覺得就非常的 快速 而且可以讓你的工作應該可以過得很愜意了 馬上就好了嘛 老闆要什麼資料 老闆等一下 其實你都做好了按就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了 OK 而且分析的還不是只有這些啦 你反正同樣東西套用一下 請各位試試看喔 我剛剛 幾個重點 包含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的那個延伸的部分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再把那個汽車的切搭按鍵或機車 或自行或其他的切搭按鍵 也許你們都可以拿來做分析看看 來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可以試一下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呢 在台北市的開放 平台上面 也都一樓框 一大堆 OK 所以如果你 當然除了切到之外的 這些 項目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興趣也可以 試試看 反正 除了台北市之外 新北市也有 你們也可以找找 新北市的開放資料 跟你有關係的 或者是說中央也有啦 中央其實還蠻多的 一堆 我發現 真的可以挖到很多寶 因為現在中央我看至少有 4萬個以上的那個 開放資料 喔 也就是說啦 很多資料呢 現在當然都走開放 政府 也就盡量啦 我們資料都放上去了 你也不用懷疑說到底 政府在背後做什麼 手腳 你也比較不會懷疑說 到底政府是不是講假話 然後 做一些 就像說 你現在應該比較不會懷疑說現在疫情變 台灣是全世界 最幸福的地方 應該 這應該不是假象吧 這是事實嗎 主要是要看數據啦 OK 你會發現 每次看新聞看到那個國外 已經又死了幾百萬人的時候 天啊 你想說 怎麼台灣 一點感覺都沒有 實在是 太幸福了 而且還可以 這麼正常的 上課 這簡直是 讓人家無法 不可思議的地方 OK 這個 數據應該會說話 所以之前也有人說 台灣真的是假的 其實應該很多人染病了 只是說都被 被隱藏起來 後來好像有什麼彰化做了一些普篩 結果普篩之後發現 應該可以有驚人的發現 就發現 要公佈那普篩那些人都躲起來了 因為發現普篩的結果 等於趨近於零 因為太小了 等於趨近於零 裡面幾乎沒有人沒有人染病 所以等同是 印證了說 真的是 那個 台灣的這個防疫措施應該是 沒有話講 而且他抽樣的還都是 高風險的族群 像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都沒事 那一般人怎麼可能 更不可能有事了 所以他結論當然就是 其實還蠻安全的 這簡直是 無法想像的 OK 所以 當然前提是要開放 因為如果大家都互相相信的話 也信任 我覺得這當然 也會 讓彼此之間 應該 會更好 OK 好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看 其他的部分 再來我們再用其他的案例 來做說明 好 先 現在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